耶 少年超限戰 今天只有我們兩個要出任務 為什麼呢 我跟你講今天男生沒有用 不夠看 只有派我們女生出來 才能達到最好的效果 對 因為今天我們要訪問 三位政治界鼎鼎有名的人物 而且我們還不是很單純的訪問而已 我們要這樣擠進人群當中 這是我們的記者證 麻辣記者證 然後我們除了要這樣擠到人群當中 擠到記者群當中 去採訪到他之外呢 而且我們還要很勁爆的問題 我們要問他 你愛我嗎 然後看他如何回答 我個人覺得 我們可能有可能會被保鏢這樣捶一拳吧 今天我們要訪問的三位政治人物 第一位是蘇貞昌 蘇貞昌 還有動主瑜 很猛啊 還有我的偶像 小馬哥 馬英九 台北市長 這三個都是鼎鼎有名的政治人物 旗開輪陣 全新強猛單元 少年超限戰 溫州主持人 何宇文既請兩個人 相扮演起麻辣女記者的角色 訪問三位政壇的Superstar 這三位政治界的大明星分別是 台北市長馬英九 台北市長蘇貞昌 以及親民黨主席宋楚瑜 而何宇文進行 所要問的麻辣問題是 你愛我嗎 只要三位目標受盲者 回答的答案中 用愛這個字計算成功 而且進行何宇文必須在九個小時之內 完成這一項勁爆的任務 如果在時間之內無法完成 則必須接受殘酷的 終極大出發 現在 攀演麻辣女記者的兩位主持人 於早上九點半 從台市廣場出發開始比賽 到底誰有辦法在九個小時之內 率先訪問到三位政治明星呢 請看 快點 快點 我們現在採訪一下 我先看一下 馬英九跟孤登超還有什麼送子 我看一下誰對勁 馬英九好了 馬英九好了 我告訴你 先持得點 我覺得小馬哥很親切 我們一定馬到成功 馬英九好不好 姜哥你說好不好 你說好了就好啦 好啦 快點走快點走 馬英九 好 好 好現在呢我們先不要太衝動啊 我們先冷靜下來 先想一下策略 因為呢我們今天要訪問的三位政治人物呢 是馬英九 然後還有宋主瑜還有那個蘇貞昌先生啊 然後結果我看起來我覺得 頭髮少的男人比較難搞定 然後 他應該難度比較高 所以我們是不是應該先苦後乾 就是把 我突然想到一個畫面 送他那個髮雕他一定會氣死 然後呢我就決定啊 要先從男的下手 所以呢我們看一下這個行程喔 你看喔 蘇貞昌的行程啊 蘇貞昌現場的行程 9點10分已經過了嘛 現在是10點鐘 所以我們要去石定箱去賭他 欸10點半還有耶 台北縣立體育場 好 現在時間呢10點半比較合適 我們就直接殺到這個台北縣立體育場 OK 阿桑哥準備好了嗎 不要那麼近拍我再走 好準備 GO 現在季情也在何宇文 出發沒多久之後 曲折前往 位於板橋的台北縣立體育場 採訪台北縣上 二十分鐘之後 魁文已經抵達台北車站前 開始展開他的第一項任務囉 好 現在我們到的地方是 台北火車站 我看看馬市長的行程 今天我發覺 馬市長的通告比我們還多耶 欸 馬市長怎麼那麼紅啦 上那麼多電視通告喔 喔 賺很多錢喔 欸 他現在呢 要參加一個觀光旅遊服務中心的 這個什麼頒獎典禮 那我們趕快去找找看 這個地方在哪裡 好 可是台北車站很大耶 怎麼辦 我根本不知道 觀光旅遊服務中心在哪裡 要問誰 問警察被背好了 警察先生 請問一下 那你知不知道那個觀光服務 旅遊服務中心在哪裡 在裡面 那馬市長來了沒有 來了 來了 來囉 好好好 謝謝謝謝 馬市長來了 馬市長啊 你真是準時 哎唷 我馬市長在講話 我就喜歡準時的馬市長 沒想到馬市長已經準時抵達台北火車站了 可宜文迫不及待跑向全場 尋找心目中的偶像 小馬哥馬市長 你好你好 本台記者 台市記者 台市 台市其開得勝娛樂記者 在這裡為您報導 現在呢我們在這個觀光旅遊中心呢 我們要訪問的是我們台北市長 馬英九先生 他現在呢 不在台上 現在講話是一個 超台灣國語槍的口頭應該男子 那我也不知道這位男子是誰 那 但是 因為 你知道嗎 想必 不是馬市長 因為馬市長滿高的 但是這位先生呢 他被那個花盆擋住了 所以我想一下 馬市長在哪裡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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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明白好多記者了 我好緊張 心情緊張萬分 毫無台訪經驗的賀宇文 面對自己的偶像 決定排取主動攻勢 於是賀宇文選定了一個 可以和馬英九市長 哎 馬市長其實啊 印證了一個道理 就是 我要講喔 不只是藝人喔 上電視臉比較遠 像我 這樣跟我本人臉很瘦對不對 其實馬市長 上電視臉也比較大一點 本人臉好小喔 馬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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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身後可沒別人啊 何宇文就是跟你打招呼 您可別害羞 他對我拋妹一眼耶 怎麼辦 現在十點十五分 十點十五分了 你看看不夠嗎 是十點半了 你現在台北線耶 問蔣大哥 我們現在在哪裡 萬華 萬華喔 到台北線體育場還要多久 二十分鐘就是十點三十五分喔 不行啦 我不符喔 幫我趕時間啦 好 拜託 但是我想 頭髮少的男人應該都會 晚一點點到嗎 對 那個那有什麼關係 好啦 老聽好 就說他晚一點點到 讓我趕得上 問蔣大哥拜託你了喔 謝謝謝謝 謝謝 我們 我們再跟馬市長打一次招呼 好不好 那我們 整個 開始是 繁榮 是 東方 馬英九市長這一次 終於有了回應 腼腆的向何宇文揮了揮手 一直是馬英九市長 等一下 如果聽到何宇文問 你愛我嗎 那馬市長 還會有那招牌的親切笑容嗎 可以訪問 可以訪問 衝衝衝 衝衝衝衝衝 完了 衝衝衝衝 江哥 你拿攝影機 你不會騎笑 衝衝衝 身材受小 過不驚風的何宇文 根本卡不到位子 接近不了馬市長 看來何宇文 得再加把勁了喔 不過那些人的麥克風怎麼 那些人的麥克風怎麼 怎麼渡進去 怎麼怎麼渡進去 為什麼沒有渡進去 原來是 沒有 跟我唱歌 也很難 不然 我看過 那些人的麥克風 很可能 也很難 如果定來 他 然後 從這裡 你都知道 我 你就可以 去做 結冰 到中山基站 從高中山站 從建立縣 到第三站以後 下來突破停車轉過去 何宇文被了九牛二虎之力 終於突破障礙 躋身在其他媒體記者群當中了 何宇文正等待適當時機 準備對馬市長問 你愛我嗎 再來看看 岩桿達坂橋台北鮮立體育場的激情 我們今天那個麻辣女記者很辛苦耶 穿著高跟鞋穿個短裙 他要敢唱 我好像聽到他的聲音了是不是 我會緊張耶 這就是蘇縣長的聲音聽到沒有 我很熟悉因為我坐過他的場子 訪問過他 大家很嚴肅的樣子 不好意思 謝謝 謝謝 我們就這樣很輕易的就走過來了耶 你看這邊好多人這樣站在這裡 所以我跟你講 女人喔 就是要把自己的特色展現出來 結果不是蘇縣長在講話啦 喔 要有緊張耶 貴賓籤到處 貴賓籤到處 我們去那邊問問看 小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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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今天是記者 我想請問一下那個蘇貞昌蘇縣長到了嗎 還沒到 喔耶 馬上就到了是不是 那 今天 他會來這邊籤到嗎 一定會是不是 是 好 我們就在這裡 守株待兔等他來 請問 那我要不要簽個名先 我也是貴賓 不好意思啦 我有簽名在蘇貞昌縣長的活動的貴賓簽名處耶 也是不錯啊 對嗎 我要簽個少年兵團祭情這樣 今天是麻辣女記者身份的季情 原本應該是在媒體記者簽到處簽名的 可是她居然在貴賓簽到處留下大名 真是不大不死耶 好 期開得是麻辣女記者季情 現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蘇貞昌縣長10點半 要參加台北縣體育館的一個活動啊 由這個十一條捷運即將開始 我要緊張喔 縣長來了 縣長來了 很多人人人飯我的肌甘啦 好 趕快掌聲歡迎縣長 謝謝 謝謝 縣長 祝你這次大選期開得勝 縣長 我 真的喔 謝謝 謝謝 縣長 我想請問一個問題 等一下喔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他叫我等一下 那我們就等一下吧 誒 記者要在這邊等嗎 季情雖然順利接近了蘇貞昌長 並且握了手 但還是被身旁的隨行人員給擋了下來 看來季情得要等蘇貞昌縣致辭完畢之後 再找機會訪問囉 快來看看 何宇文這一邊會如何採訪馬英九市長呢 而何宇文敢直接大膽的就問馬市長 你愛我嗎 謝謝 馬市長 馬市長 我可不可以問一個問題 就是啊 你剛剛說那個捷運啊 還沒有通車啊 像我平常啊 我都要搭捷運啊 因為我要搭板南線嘛 那板南線什麼時候才能完全恢復通車 如果是到津陽站的話 從中校附近過去 何宇文不敢直接問馬市長 你愛我嗎 從沒搭過捷運的他 居然問馬市長有關捷運的問題 而不知道何宇文此行目的的馬市長 也親切仔細地回答了何宇文的問題 只是啊 接下來 如果何宇文屋裡頭地問馬市長 你愛我嗎 唉 不知道馬市長會怎麼回答呢 那請問一下馬市長 我可不可以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關於就是 你愛不愛我 面對何宇文突如其來的麻辣問題 讓馬市長頓時一臉疑惑不知所措了 這一回答不好的話 馬市長可能就由緋文上報了 你愛不愛我 對 你愛不愛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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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愛所有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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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愛不愛我 你再想一次 馬市長再想一次 我愛所有台北市民 馬市長他說 我愛所有台北市民 馬市長果然極致一流友 一句 我愛所有台北市民 哎呦化解了尷尬的問題 而何宇文 也因為馬市長回答的話中 又有個愛字 而成功完成了一位政治人物的採訪工作 馬市長真是一位超級好的市長 我問他愛不愛我 他說他愛所有台北市民 那他已經講到愛了喔 只要講到愛就是過關了喔 而且呢他人真的超好 馬市長我告訴你 我講一句話啦 你連累我一定會支持你啊 馬市長 你只要連累我一定會投你票啦 而且我要媽媽和我妹妹 還有我兄弟姐妹 呃 姑姑阿姨 爺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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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姑都會投你啊 你放心 由我搞定啦 目前何宇文已經成功訪問到馬英九市長了 不過他也突如耗費了一個小時的時間 在剩下的八個小時的時間之內 何宇文還必須訪問到蘇貞昌現場 以及宋主席主席了 在比較完蘇貞昌和宋主席的行程表之後 他發現宋主席當天的行程都在高雄 於是乎何宇文決定爭取時間 先前往高雄之後 再來看看人在板橋台北新立體育場 等待蘇貞昌現場致辭完畢 準備要訪問蘇貞昌的激情吧 唉唷好煩喔 聽說啊剛剛上級指示啊 何宇文小姐呢一定訪到馬英九先生 而且他有受到一個愛子 我剛剛想流眼淚啊 現場下來了快 我要把握機會 我可以問一個 現場我可不可以問一個簡單的事情 哇 現場真不好 現在那個先預祝蘇現場的這個大選 真的是旗開得勝馬到成功 現場 那麼久就要參加活動 我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關系我未來的人生 你一定要回答我 好不好 現場請問 請問你愛我嗎 面對美女濟情這麼露骨的問題 蘇貞昌現場會有什麼絕妙的答案呢 而蘇現場的答案會有愛這個字嗎 我愛每一個台北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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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場真好 現場已經回去坐了 謝謝 謝謝 現場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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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現場呢 現場公務掰貓 我們就不要再打擾他了 我們往第二站成功邁進 GO 季晴用了一個教室 30分鐘訪問到蘇貞昌現場 而蘇現場回答的答案中 也有個愛字 因此季晴目前也剩下馬英九市長 以及宋楚瑜主席 必須在晚上6點半以前訪問到的 季晴看了馬市長和宋主席 兩個人的行程表之後 發現到馬市長在11點到11點40分 會在台北市政府 有一項慈愛募款的活動 因此決定爭取時間 從板橋趕往台北市前去採訪馬英九市長 而就在季晴驅驅車趕往台北市政府的途中內 和宇文也抵達松山機場 搭機飛往高雄去的 30分鐘之後 季晴來到台北市政府 準備採訪馬英九市長啊 問一下其他記者 先生 我不好意思 我想請問一下 你剛剛 你也是來訪馬市長的嗎 不是 不是 好 那是也在聯絡 謝謝 那我們還有機會 快快 不能錯過這個活動 你知道嗎 因為這個活動是讓愛起飛啊 所以讓他說愛比較簡單 你知道嗎 裡面不能採訪 我要來採訪馬市長 那我要怎麼辦 你要先更新我 所以要預約 沒有錯 也一樣也一樣 要預約喔 訪問馬市長還要預約喔 是 這裡是因為三班人 那我想請問一下 那拍我就好了 你OS就好了 我想請問一下 馬市長已經走了嗎 你還不曉得 你還不曉得 好 對不起 對不起 來 怎麼辦啊 怎麼辦啊 人家一定要訪問他這個真愛活動 小姐 可以請問一下 你剛剛從裡面出來對不對 你是參加馬市長的活動 對 就是這個活動 小姐 馬市長走了嗎 走了 我應該上去了 喔 上去 回辦公室 對 那如果我們想要採訪他 要怎麼辦 那 你問一下服務台好了 可是警衛不讓我們進去耶 這個活動已經結束了嗎 對啊 你從現在我們採訪 不是 我是說馬市長參加的那個 募款活動已經結束了 Oh my God 謝謝你 謝謝你 這是一個大惡號 嗯 反正已經想好 要用什麼詞來掏他的愛字了 他那個愛的活動 你還不講個愛 哼 怎麼辦錯失兩階耶 好不容易趕上時間 可是卻被盪在台北市政府門口 不得其門而入的激情 錯失了一次採訪馬市長的機會了 激情也只好影響對策咯 好 好 現在既然進不去的話呢 那現在是11點半嘛 對不對 11點半 所以等一下馬市長 他總要吃飯吧 好不好 我不等於記者會 我等他吃飯時間 你就在這裡等 等到他出來吃飯我自己 好吧 其實現在都已經吃飯時間耶 已經十二階級了 你都沒有看到他 可能在裡面吃飯吧 可是我剛剛問那送便當的 又不是送給馬市長 十二點多 好啦 我們就這樣決定好了啦 我們就直接等那個馬市長 三點半那一場 在大湖公園 警衛管理我嗎 馬市長就在外面 我台北市民 就直接到台北市去訪他 OK 沒辦法 那我就直接等三點半 三點半訪到馬市長的話 然後我就 因為宋主席最晚到七點 都還有機會嘛 訪完馬市長之後 馬上就殺到機場 然後再殺到高雄去訪問 我們的宋主席 好 這完美的計畫 就這樣產生了 現在 我們就要收隊 吃飯去 走 由於宋楚瑜主席的行程 一直到晚上七點鐘 因此計行的策略是 在下午三點半 先訪問到馬英九市長 然後再殺往高雄 訪問宋主瑜主席 於是 計行得利用等待的時間 也好好地大吃一餐 以儲備體力 下午再奮鬥囉 而此時的何宇文 則遞達了高雄囉 各位觀眾朋友們 現在這樣看我精神意義的樣子 就知道呢 我剛在飛機場 睡了一個很好的覺 所以呢 現在我來到高雄 高雄天氣果然是 非常的陽光普照 宋主席等著我 我來了 對照宋主瑜主席 和蘇仁川現場的行程後 何宇文必須先在下午兩點鐘 先訪回到宋主瑜主席 然後趕搭回台北的飛機 如此才能夠趕得上 下午五點五十分 蘇仁川現場 在西裝棒球場的活動 因此何宇文一刻也不得閒的 先程趕往高雄市古山區 去尋找宋主席囉 現在好像宋成長 是要來幫人家助選的 因為你知道選舉快要到 可是我們不知道 他到底會在哪裡出現 還是那樣單子 會不會根本就是耍我們的 過馬路 過馬路 柯宇文雖然來到了高雄市古山區的眷村 但是依然找不到宋主瑜主席的活動地點 在空舞藝人的眷村 徐徐徐徐徐誒 索性得到了當地居民的指點 他找到宋主瑜主席的活動地點囉 哈囉 大家好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台視齊開德勝 我們是台視 哈囉 大家好 我們是台視齊開德勝 我是何宇文 你好 我們今天呢 是要來看楊澀玉小姐 然後還有呢 要來採訪宋主席 你好 對喔 我們現在要選擁有力的位置 好的 現在是本台記者何宇文 現在在高雄的報導 現在呢 我們在這個社區呢 就待會呢 我們宋主席呢 會親自力臨 現在我有個重要任務呢 我就是要問他 請問你愛不愛我 宋主席 那他到底愛不愛我呢 馬上呢 答案就會揭曉 其實我內心非常的緊張 因為我個人呢 其實也蠻欣賞宋主席的 還有呢 就是我們櫃檯呢 非常有錢 那是說 大概有十幾二十台 SNC車為了我出動 像這裡大家看到這幾台呢 全部都是我們公司的 雖然呢 掛了不同的名字 其實公司都是同一個人 真正後面的大老闆都是同一個人 就是你嘛 降哥嘛 喔 真是很有錢喔 那麼多SNC車出來 就是為了我一個人喔 果然 主播出馬就不一樣 我們現在選一個友誼的位置 然後 來了那麼久 我就為了這一刻 已經飛到高雄來了 欸 等一下不如我跨出我的右腿 試起來美腿弓這招怎麼樣 好緊張喔 我知道 來我 太期待了 我覺得我們還是往前走一點吧 有了 我打 有了 我打 欸 欸 欸 妳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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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期待得勝 期待得勝 欸 她已經要來了 她要來了 怎麼辦 好多人 圍著 好緊張 宋主席你好 我們是台市的旗開得選 我想請問一下 你現在身世那麼短 你來跟我們頓獎 今年當選的紀錄大不大 我以為時間有限 這個問題自然好 只是如果不好好把握 搞不好宋主席回答完這個問題 就離開了 那可就得不償失了 現在就看何宇文他敢不敢問宋主席 你愛我嗎 宋主席這個 請問一下你有看過我們台市 綜藝節目旗開得勝嗎 最近看綜藝節目的時間比較少 我希望我看了這四個字就很開心 叫做旗開得勝 那你知道我的 知道何宇文嗎 真的 謝謝謝謝 宋主席我想問你的問題 請問你愛不愛我 當天廣眾在這麼多支持者面前 宋主席聽到這麼令人尷尬的問題 宋主席會如何回答呢 我真正講愛所有那些很認真做事的人 我看你這麼認真在那邊做事 我們大家都愛你 謝謝 謝謝 謝謝宋主席 謝謝 謝謝 祝你旗開得勝 祝貴黨旗開得勝馬道成功 高票倒雪 宋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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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目前為止 何宇文用了五個小時三十分鐘 成功訪問到了馬英九市長和宋主席 在所剩的三個半小時 何宇文只要趕得上下午五點五十分 足夠仲線上在台北京壯棒球場的活動 那麼何宇文就成功完成今天的任務了 看來何宇文今天是勝券我了 懷著無比戲分的心情 何宇文坐上了計程車 Shine 看它來高雄機場去 而另外一方面 激情則是來到了台北力圖大洪公園 守候法英九市長的到來 好有一點龐啊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今天的三位 真的馬市長是我心目中的偶像你知道嗎 超帥的 所有台北市民心目中的白馬王子 為了預防待會出錯 我們來演練一下好了 馬市長 馬市長 請問 你覺得我今天 對啊 老實說那個市衛一定不會讓我有時間 這樣看一下 我應該怎麼樣呢 我知道了 記者都很喜歡用這一招 就是麥克風觸到他的嘴邊就對了 馬市長 馬市長 好像也變成這樣很沒禮貌 那怎麼辦呢 還是用可憐那一招 他如果一直不理我 我就站在遠方然後大喊說 馬哥 馬哥 人家有事情要問你了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好 最後一個會不會成功 我滿滿意的 最後一個好像還不錯 就在季晴在演練訪問馬市長的時間內 季晴新鋪中的偶像馬市長的座車 終於出現了 而馬市長有了早上被何宇文操擾的經驗 這一次面對激情的馬市長 還會接受他的訪問嗎 準備囉 準備囉 準備要衝囉 請問 剛好停在這裡耶 難道是為我設計的嗎 是為你設計的 謝謝 謝謝 馬市長好 馬市長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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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不可以耽誤一點點時間 我知道你今天非常的忙碌 拜託啦 因為你早上有參加一個 珍愛天使的活動啊 然後我等到現在 你可不可以回答我一個小小的問題 真的很重要耶 我知道 已經冷漠了 對 我知道 謝謝 看來公務繁忙的馬市長 對於激情接下來想要問的問題 已經是遼然於兇了 馬市長面對激情想問的 你愛我媽的問題 會不會來一個相應分禮呢 我想請問你 請問你愛不愛我 我愛所有台北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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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台北市民耶 好 恭喜 謝謝 謝謝 她有說耶 她剛剛有說她愛台北市民 然後我說我是台北市民耶 她就說嗯 很好 其實我心跳到現在 小鹿亂撞 但是 妹妹還是成功了 明明現在也成功訪問到了馬衣 就是這樣和蘇貞昌現場了 由於現在已經接近下午四點 離晚上六點半的比賽截止時間 只剩下不到三個小時了 激情必須加快速度趕護高雄 趕在下午五點送許主席 在高雄前陣的活動結束前 訪問到宋主席 才有可能完成今天的任務唷 心急如焚的激情 還有機會成功嘛 而就在激情趕往宋山機場的途中 何宇文也抵達了高雄小港機場 準備搭機返回台北了 再來看看激情這邊的情形費 好妹妹現在已經check in好了 然後我們的時間是3點55分要登機 4點10分的飛機 4點10分的話在5點鐘可以到高雄 5點鐘到高雄 然後希望宋主席的活動是5點鐘開始 希望我們車程趕過去的時候 他還沒有那個 所以我們現在他還沒有結束 所以我們現在趕快上去登機 快快快快 現在1分1秒都很珍貴喔 能不能贏何宇文就看現在 應該有機會 應該有機會 因為4點5點到 然後趕去現場大概5點20到5點半 然後他的活動應該還沒有結束 好啦 現在各位觀眾朋友們 你知道嗎 我現在在的地方呢 就是台北宋山機場 然後我現在已經5點鐘了 怎麼辦 我的車呢 你剛剛有在弄台冰事給我 你在搞什麼啊 我是知名主播耶 你不要我來起小大霸的一題嗎 那麼多外國人 在這邊外國朋友 蛤 你要他叫我破壞國際禮儀嗎 我叫你說去愛我 你也不說 拖累了大家 你知不知道 就是你 快點 我們現在趕快 如果我告訴你 待會兒訪問不到蘇縣縣長 我有 叫你 你想辦法的話 你結果好像不睡覺 要去顧問到蘇縣長家住哪裡 要不然喔 要不然喔 我告訴你們兩個喔 你們兩個就慘了啦 我告訴你們 車在哪裡 在那邊 現在柯宇文坐上台訪車 出發前訪新裝棒球場 但是現在正是下班時間的交通接鋒起 柯宇文能在晚上六點半 比賽截止時間以前 如願訪問到蘇縣長現場嗎 好了 現在 本台記者所在的地方就是 新裝的一個棒球場吧 現在有一個棒球賽 然後我知道蘇縣長會來這邊 那我們要快點 因為我不想輸給自己 同學 同學 我們是台式旗開得勝 同學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到蘇縣長 同學請問一下 你們有沒有看到蘇縣長 我會幹嘛 聽不懂要玩鬥牛 我要拿 沒關係 還有一邊 同學 哎 我只是要 我要問你們你們在幹什麼 練啦啦隊啊 練啦啦隊 那你知不知道待會兒 那個蘇縣長是不是會來這邊 會來這邊那個 會來這個棒球場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們啦 還有何以為 你未免也太不專業了嘛 問同學怎麼會知道蘇縣長 縣長的行蹤呢 還是到棒球場裡面 去問媒體記者才對嘛 看到一個記者了 我覺得不如來問一下記者好了 那我們是台式旗開得勝 你好請問一下 那個今天那個蘇縣長會不會來 副縣長 蘇縣長 蘇縣長蘇縣長 會啊會來 他什麼時候到 你知不知道 六點半 六點半前應該就會到 六點半前喔 那那個你們 他長官席在哪裡 沒有長官席 他們就在下面 然後會去 新中縣長 然後 台北縣長 就在那邊 他會在下面 那你們媒體都在哪裡賭他 媒體都在哪裡訪問他 下去啊 下去樓下 下去樓下 都在樓下要訪問他 好 謝謝 現在何以為 終於問到了蘇縣長 現場會在棒球場的貴賓室 而貴賓室 而貴賓室 就在媒體記者採訪室的旁邊 內 於是何宇文 快速趕往記者採訪室去樓 而這個時候 已經非得高雄的激情 也來到了前任期的 記者去樓 那 而何宇文這一邊 也來到了 新庄棒球場的記者採訪室了 目前何宇文 即興分別所要訪問的蘇貞昌縣長 以及總組與主席呢 在白天都已經面臨過兩位主持人 你愛我媽的無厘頭問題了 這一次何宇文 即興他們兩個人 會不會遭到拒絕訪問的結局呢 還是兩個人都能夠